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十大监管部门9月24日联合发布名为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 通知表示,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任何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都为非法活动 通知将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 同样视为非法的金融活动 通知发出后,比特币的价格大幅下滑了2450美元 至41089.46美元 这是比特币近日最大的跌幅 美联社24日表示,提倡加密货币的人士认为 这种货币具有匿名和灵活的优点 但中共监管部门则担心这种货币将会削弱中共对金融系统的控制 大陆资深业内人士杨松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惧怕加密货币有三个原因 首先,加密货币是极权国家的死敌 它去中心化的特性 使得中共无法通过操控汇率、货币发行量 或通彭通叔来略夺百姓 加上加密货币具有自由、民主、真实的特性 可能因此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 这一点可以说是移动了中共的根基 其次,中共央行去年10月宣布推行数位人民币 并计划在2022年冬季奥运时运作 目前已开始向国内金融机构推行 为确保官方发行的数字人民币一家独大 亦是这次打击加密货币的主要原因 再有,带两人民币或美元储备 为了寻求安全的避风港 是加密货币匿名 妨碍的特点流到海外 这个亦是中共所担忧的